2月14号旅居台湾各地的印尼公民参与了印尼总统及立委的选举 其中一共有23万0307位投票权 根据19号的计票结果显示 2号总统候选人在台湾的计票当中暂时领先 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台湾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谭云福的报道 印尼选举特别是总统的直选 今年已经进入到第五届了 那在台湾本身拥有30几万的印尼朋友在台湾 也同样的类似在印尼投了台湾最神圣的一票在2月14号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透过邮寄的方式来投他们的最欣赏的候选人 也包括了政府票 那我们看一下在台湾共有54个投票处 那总共的这个票有23307票 但是这个正式的这个数量呢 有65,096票 那第二个的这个候选人也就是川普罗 就是立委的部分 那立委的部分呢 当然第一大党呢 也就是Greendra或者是大印尼运动党 获得了15,528票 第二大党也就是PDIP 印尼印度尼西亚斗争派民主党 之前是第一党 那现在呢 必须要接受在台湾变成是第二大党 获得了9,881票 那第三个的大党呢 在台湾本身呢 是国民使命党 或者是Band Baraday National 获得了9,674票 第四大党呢 Bandai Solidus Indonesia 或者是PSI 印度尼西亚团结一致 9,434票 那第五个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号码 PKB或者是PKB 民主觉醒党 获得了3,312票 那各位观众朋友呢 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票数 是否可以跟印尼的票数相比 那我们还在等待 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台英夫来自于台北 台湾报道 在此 字幕by紧到区别人 那些资票数据 伤双至于 一乎 那我们资票数据 我们看来 我们看来 一乎 你 块钱 感谢观看